新型字幕作词 Nosinos 我是Nosin 我们今天要 干什么呢 跟个风 大家知道最近有一款游戏叫做 生魔字塔 最近它跟我最喜欢一个东西合作 你知道什么吗 你知道吧 抽人力霸王好不好 我抽爆了 我的欧布已经快要做主人夫之人队了 好那就是重点 既然我都抽爆了 那我今天就来顺便帮大家科普一下 总不可能你抽欧布 然後不知道歐布是什麼東西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來幫大家介紹一下 欸咿~~有沒有 特別把這兩個給搞出來了 衝穩預防 歐布所使用的 歐布圓魂 欸 這個話不用我多說了吧 歐布所使用的 歐布聖劍 歐布格里奧 真的我個人覺得這兩個東西 都製作得非常的精良 然後順便讓大家看一下現在的賢身超人變身器 大概長什麼樣子好不好 賢身超人拿大型我是沒辦法接受耶 然後呢我先幫大家科普一下 歐布這個角度非常非常簡單 他在一開場的時候 因為他沒人保護住自己最重要的人 所以導致他失去心情也失去了自己的力量 對 他的原生力量就是這把歐布神劍好不好 所以呢他在劇中時才借用 嘿咿~~ 前輩們的力量來進行個變身好不好 在遊戲中他不是你隔壁放什麼角色 他就會變換屬性對不對 那三個屬性都是借用了前輩的力量 所進行的變身我們等一下就介紹 然後呢你們一開始抽到這個原生歐布 就是屬於歐布自己的形態 OK嗎 好 我跟你講歐布真是萬惡的根源你知道嗎 自從這一代鹹蛋兔人開始之後呢 每一代鹹蛋兔人都要借用前輩的力量 有前輩有業績啦 這個是非常正常的啦 那我們先進來介紹我們這個 歐布圓環 歐布圓環就是非常基本的一個歐布變身器 他主要變的方法的話大家看一下喔 他對我附他專屬的一個四張卡片 超人力霸王 疾田 超人力霸王 疾家前輩 超人力霸王 太郎前輩 超人力霸王 美筆斯前輩 然後你們知道為什麼我會講前輩這兩次嗎 因為呢超人力霸王 他是非常非常有備份的一個東西 你知道嗎 不像假面騎士一家神獸 卡不動 喔 怎麼了吧 卡不動 不會像這樣 他們講說 GIGA天霸 做比賽 就是因為你這隻晚輩嘛 所以在稱呼對方只會有一個長輩的一個稱呼方法 這也是現在超人一個非常特色的東西 他們以兄弟相稱 OK嗎 好 這三張卡片可以組成兩種形態 他是有固定組合的 不是你隨便拿兩張可以組合 縱光形態 Ultraman-san GIGA-san 請赤於我 光的力量 Fusion Muff 又在那邊 GIGA-san 这就是超人力棒欧部的一个重光形态 他所使用的力量的话就是这两张 就是使用我们的超人力棒跟我们的迪迦这两张进行一个融合 就会变成欧部重光形态 好帅啊虽然很重的可是好帅啊 再次我们要介绍第二个形态 爆炎形态好不好 爆炎应该非常帅 他是使用的这两张 Maybe 是前辈跟我们的太狼前辈 太狼前辈的话在这一次的抽奖中也是有登场的哦 来 Tonal Song Maybe is Song Ultra Man Emius Shiya Shiya 请至于我 燃烧的力量 Fusion Up Ultra Man Ultra Man Orb Armite Thank you Emius Emiu вместе Tonal Aui scores Emiu Em Emiu Shiya 歐布的一個燃燒型號 而且大家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很特殊的解釋說 在你插入不同卡片時 它兩邊亮的燈物不一樣 然後最後你在展開之後呢 它會將兩個顏色融合在一起 我個人覺得非常非常棒好不好 這設計也是算是一個 非常酷的一個設計 這個是普通DX版 它只有附這四張卡片 然後它還有一個型號叫做 疾風型號 疾風型號必須要用我們的 超人力霸王傑克 加上超人力霸王傑洛 這樣是融合才可以 因為我現在什麼都沒有卡片 不好意思 所以我準備了 欸咦 這兩個 超人力霸王傑德說是用一個膠囊 好不好 超人力霸王傑德的話 也是在第二週的活動開始出來 所以我們到時候會幫大家 介紹傑德是什麼英雄好不好 可是我們這邊要先進入一下 傑德的變身器 這個我也會在下一集介紹好不好 因為它這個有個Bud的時候 傑德的變身器也有收入 歐布變身器的所有的英雄 所以我們下一集開始吧 我會用歐布的變身方法來變身 所以會跟傑德的變身方法不太一樣 來了 Jackson Jackson 朱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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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